今次分享的是泰式青木瓜油脂沙律 很高興可以跟Taislet去合作 製作一連四輯的泰國食譜分享 Taislet是一個泰國餐廳 或者泰國食材店的質素保證 各位喜歡吃泰國食材的可以下載一個APP來看一下 好,看看第一集的精選泰國食材 就是青木瓜 整個青木瓜就用不完 因為我是用到250g左右 剩下的用來做第二次 或者是用來煲湯也可以 好,大家看看食材 這瓶是羅望子汁 在泰國菜都很常見 帶點酸味,有點果香 還有金不換,芫荽,柚子 還有Taislet的標誌 還有這個鈴,很棒,75元 好,第一步先烤蝦米 270度烤7分鐘 讓蝦米更香 然後青木瓜去頭去尾,刨走皮 你不要的 之後就一開熱,用雙匙刮走中間的雲 然後就可以拿去刨屍 我用了九雅的刨,一刨就有些屍出 其實整個沙律最辛苦都是這個步驟 如果大家嫌青木瓜味太重 可以用冬滾水沖浸一浸 然後瀝乾 但這個步驟不一定要做 洗乾淨其他的食材 用冬滾水浸一浸再瀝乾 然後就是好玩的地方 就是用那個小鐘 首先是中水泡蝦米 中水泡蝦米之後 倒入碗裡 等會再熔 然後塗蒜頭和辣椒 其實用這個鍾除了好玩之外,也真的有它的功效 因為它這樣鍾發,食材的味道會出來了 而且令到不同的食材的味道都可以融為一體 好了,鍾爛了蒜頭辣椒之後,就可以加羅望子汁、魚露、糖和青檸汁 整個醬汁的配搭都是開胃和野味的 而且不要小看它只有一隻辣椒,因為這樣鍾發辣椒的辣味會比平時更加出 好,畫面看到我用一隻叉叉著青檸來榨汁,因為這樣會榨得更加多汁出來 然後就繼續不斷鍾,不斷鍾,其實我想玩這東西很久了,這次最買到來玩 好了,加回之前鍾碎的蝦米,然後再鍾做所有東西融為一體,這樣醬汁就完成了 之後準備一個大盤用來拌沙律,先放青木瓜屎在底 然後切好番茄、青豆、乾蔥,然後丟進大盤裡 泰國人做這些青木瓜沙律,真的會用到生的青豆 但如果大家不習慣的,可以搓一搓才會用 然後把柚子撕細放進碗裡,我就買了一些現成切開了,不用自己開柚子那麼麻煩 然後再切碎了芫荽和金筆碗,但這次就放進另一隻碗裡 我很喜歡金筆碗的香味,如果大家不喜歡的可以飛走它 好,不停地攪拌一下食材,然後再倒泰式沙律汁 然後就完完全全地去拌勻它 好,完全拌勻它的醬汁之後,就可以倒金筆碗和芫荽碎下去 再拌勻它們 這些泰式木瓜沙律其實就不難做的 你跟足所有的份量,味道都不會衰得去變的 還有自己做可以多些變化 我就加柚子,你們喜歡可以加海鮮,或者其他東西都可以 最後就上碟,撒了花生水,在哪裏就完成了 再一次多謝泰式沙律找我合作 接下來還有三個泰國食譜,大家記得留意,拜拜 拜拜